好继续这个台风山土而带来豪雨影响 副理箱不断下豪雨 那么也造成袖孤兰溪发生洪水淹没 轮天变道 副理箱公所是紧急封闭管制 那么早在30号的时候 是特别设置一级开设灾害应变中心 那么更是全面的实施防灾 并且也实施预防性的撤离 那么目前尚未传出灾情 公所呼吁相信要做好防台准备 台风来序汹汹 公副理箱在30号就已经召开灾害准备会议 乡长江东城特别指示各村村干事协同村长 警察及消防人员进行撤离工作 包括收容的部分 我们会做一个先行的一个准备 让我们那个收容的一个乡亲啊 能够在一个比较安心安全的一个位置啊 来做一个收容的一个期间的一个 一个做法 在这边啊 也呼吁所有的乡亲啊 大家注意本身的安全 针对北区吴江村 以及南区学田村等进行撤村 村里长以及警销们对于行动不便 长者更是亲力亲为的协助 原因就是我们那个一个山哦 上次有地震裂的很大缝 裂的很大缝啊 啊 空手就怕这个山整个趴下来 那所以就牵一个一个灵的 一定 11灵啊 整个11灵 牵来办公室这里 待遇的时候怕整个山 升下来这样子 预计撤离保全户61户 人数71人 分别是吴江 永丰 丰南 富南 以及薛田村 这次撤离工作收人21人 目前复理乡尚未传出灾情 乡公所也呼吁乡亲要做好防台准备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副理乡采访报道